蘇格蘭獨立公投在職 物調顯示支持獨立的一方有可能勝出 首相卡梅倫立即北上救望 遊說蘇格蘭人不要獨立 觀眾可能很奇怪 卡梅倫作為首相為何在之前不助選 到最後才出馬 因為保守黨在蘇格蘭一向不受歡迎 上次大選蘇格蘭就只有不夠兩成人投給保守黨 保守黨在蘇格蘭這麼不得民心 遠於前首相戴卓爾夫人 戴卓爾在任內推動經濟自由化 戴卓政府開支和福利關閉國營企業 又以強硬的手段對付罷工工人 當時經濟依靠工業的蘇格蘭受到嚴重打擊 大量蘇格蘭工人失業 戴卓爾其後推出人頭稅 人頭稅是所有國民 無論財富收入水平都要給這麼多 被批評是對窮人不公平 而戴卓爾偏偏選了蘇格蘭做徵收人頭稅的試點 更加引發蘇格蘭人不滿 1997年大選 工黨上台 首相貝里亞和財商白高敦都是蘇格蘭人 工黨政府同意向地方下放權力 成立蘇格蘭地方議會和政府 令蘇格蘭有一定的自治 但工黨政府在經濟上走中間路線 不是完全阻傾 沒有推翻大卓爾的政策 令不少蘇格蘭人失望 2010年保守黨再次上台 又是大述政府開支和福利 引爆蘇格蘭人要求獨立 搞成今天這樣 卡梅蘭可以說是自己拿來衰 因為蘇格蘭地方政府是無權搞公投 公投要中央批准 今次公投正正在兩年前 由卡梅蘭批准搞 當時民調顯示 反對獨立的人多過支持獨立的人 成20個百分點 卡梅蘭以為公投會失敗 就批准了 卡梅蘭也篩選過公投的題目 當時獨立派都沒有打算贏到 建議公投問兩條問題 一題問是否支持獨立 而另一題問如果無得獨立 是否支持中央下放更多權力 但卡梅蘭就說 那無論獨不獨立 蘇格蘭都有著數 不准問第二題 結果現在民調顯示 獨立派支持到急性 卡梅蘭又拿回權力下放出來說 現在領導反對獨立運動的 主要是工黨的人 英國傳媒都指望近日復出 本身是蘇格蘭人的前首尚白高敦 可以力玩狂難 又反對獨立人士 直接說卡梅蘭出馬 隨時是適得其反 今日新聞節目到此 我們在一起 請問我們 我們請問我們